9月22号时尚之眼世纪大秀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 红潭可谓是星光璀璨 范冰冰 李冰冰 黄晓明 安卓拉贝比 陈建斌 蒋勤气能明星纷纷亲临现场 活动当天 即将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黄晓明 安卓拉贝比 很自然地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 当天两人却放弃了秀恩爱的好时机 选择一前一后走上红毯 对于婚礼的细节 黄晓明则一概保密 问及会将婚礼的捧花留给谁 黄晓明则调侃起正宽宽走上红毯的范冰冰 已经这么久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就希望我们可以就安心进行到底 有 保密 随后走上红毯的李冰冰也没躲过黄晓明婚礼话题的轰炸 但李冰冰似乎对婚礼的捧花很感兴趣 并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参加过就是明星结婚的婚礼 李小璐结婚的时候让我去 然后我当时正好在伦敦堂火炬 我特别特别遗憾 因为她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我也没接到捧花 这次黄晓明结婚 然后我准备一些穿一双跑鞋 然后穿一双那个弹力好的鞋子 准备跳得最高 然后把团接走 而严妮在现场为黄晓明和卑鄙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说她过来人的忠告 而严妮则大方自我调侃起来 我们过来人有什么忠告要跟他们讲 我这样一个 我还有什么忠告 我的忠告就是我要引以为戒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9月22号 时尚之眼世纪大秀 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 红潭可谓是星光璀璨 范冰冰 李冰冰 黄晓明 安卓拉贝比 陈建斌 蒋琴气能明星纷纷亲临现场 活动当天 即将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 黄晓明 安卓拉贝比 很自然地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 当天两人却放弃了秀恩爱的好时机 选择一前一后走上红毯 对于婚礼的细节 黄晓明则一概保密 问及会将婚礼的捧花留给谁 黄晓明则调侃起正款款走上红毯的范冰冰 已经这么久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就希望我们可以 这样一情进行到底 有 保密 骨头再说 不知道她敢不敢接 随后走上红毯的李冰冰 也没躲过黄晓明婚礼话题的轰炸 但李冰冰似乎对婚礼的捧花很感兴趣 并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参加过就是明星结婚的婚礼 李小璐结婚的时候让我去 然后我当时正好在伦敦堂火炬 我特别特别遗憾 因为她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我也没接到朋友 这次黄晓明结婚 我准备先穿一双跑鞋 然后穿一双那个弹力好的鞋子 准备套得最高 然后把她接走 而严妮在现场为黄晓明和卑鄙 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说她过来人的忠告 而严妮则大方自我调侃起来 我这样一个 我还有什么忠告 我的忠告就是不要引以为戒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